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四颗虚妄 就是四颗是虚妄的 那么今天是3月6号2022年 能验经第23讲是 经文在卷二的122页 四颗是什么呢 就是五欲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他们都是虚妄的 因为都是因人合和而有 那么因人散了也就灭了 我们现在来个别的来看每一颗 第一个就是五蕴 五蕴也就是五阴 阴就是说隐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到见不得人的 那么五蕴里面就包括了色受想行事 什么叫做色呢 也就是外层 也就是我们五根 颜耳鼻舌身 他所对的是色身香味醋 这个五层都叫色 受是什么 就是五根对五层之后 而起了自己的感受 有了感受他就一定会想 所以就想来想去 想东想西 想下一步怎么去报复人家 行就是付诸于行动了 那么有了行动之后 一定有一个结果 这个果就是种子 它就种到我们的八四上面 这个四就是八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八四 八四就是一个大仓库 能够储存所有的种子 我们来看第二个是六入 六入也就是六根 它入到五蕴里面去 比如说 我们的六根 也就是颜耳鼻舌身意 它接触到外层色身香味出发的时候 里面有五蕴在里面操作的时候 就是六入 所以说比如说在眼睛上面 眼睛我们如果看到一个衣着非常光鲜亮丽的人 然后看起来也很有身份的 这时候心里面起了自卑心 又或者是看到一个人 它是穷苦潦倒的 那心里面就骄傲 看不起别人 这个就是眼路 因为五蕴在里面操作了眼根 耳朵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耳朵就喜欢听 自己喜欢听的 就算别人纠正你 那么明明知道自己错 但还是死不认错 跟别人抬杆 所以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这个就是耳朵 鼻子 鼻子比如说 闻到一个轰的身上是臭的 所以他就说走开走开 这个就是看不起人 鼻入 舌头 就是在吃东西上面 挑挑剪剪 一桌子的菜 你只吃那么一盘自己喜欢的菜 这个就是舌入 舌上面有五蕴的操作 有自食心在里面 身对的是处 这个指的是男女的淫欲的方面 是深入 那么义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对的是法 法就是人事物 所以有自食心的时候 我们对法上面是不平等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入 所以这是六入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十二处 十二处也就是六根加上六成 所以六根六成 如果没有五蕴在里面的话 它是清净的 第四十八戒 也就是六根加六成 加一加上六入 就是有五蕴进入的 所以叫十八戒 但是佛这里是告诉我们 四科它现在是虚望的 但是它本来是卢来战 卢来战是常住妙明 卢来战为什么常住呢 因为它的性是空性的 就像虚空一样 虚空它不需要任何的条件 它就是存在 妙明就是说 在空性里面它有智慧 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明明白白 不动周圆 心是不动的 心里面有智慧 才能够 这个智慧才能够周变 才能够圆满 妙真如性 所以这个真如性是妙的 没有里面没有我在里面 没有自私的我 就是真如性 所以这个四科呢 我们在剩下的卷二 还有卷三的大部分 都是讲的四科 佛会一一的来详细的解释 给我们听 为什么四科是虚望的 为什么它本来又是如来战性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